生意的互困的話呢 我有找了一個 因為今年最後一天 在 這邊有一個 這個Money Christmas 這一個 這個是AV3檔 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呢 就是我剛剛放的這一首歌 好 因為那邊老爸不怪了 他一直弄得雜眼 好 就是這一首 那你進去之後呢 我們怎麼把這個背景音樂把它放上去了 很簡單 我們拿我們上次 做的那一個來給大家講好了 我上次是這一份 好 這個是我們上次做的 這一支行程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上次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知道就揮播這個 那我們希望一開始的時候 就執行他的配置的聲音啦 我把執事寫在 放在那邊的 他只有幾盤而已喔 裡面啊 我們都知道 你在State 裡面都有一個 可能CQRating的這一個屬性啦 然後你只要 這都固定了 好 重點是這一個 你的 聲音檔案在那邊 就是你放在哪一個目錄下面的檔案名稱 好 所以我先把這一個 先把他 後備起來 然後回到 這邊 我們的場景這邊來 好 我們的State 這裡啊 這邊 按右邊 按右鍵 我們世界這個 commercycure ready 那這時候呢 我們上禮拜也跟他講 我宣告一個方法叫 就是 Wave 啊 video 那我可不可以宣告一個方法叫 好 我先等一下給他講好了 我們先把那一段線直接 先找個地方填上來就好了 填上來呢 重點 你要改的地方 不是在這一個路徑 我原本預設是放在Midia裡面的Midia.mp3 如果你不改這個凌晨的話 那就是請你 打開 你的檔案的位置 我的檔案位置在這個CH4這邊 我就增加一個目錄叫Midia 那我的 聲音檔呢 叫做 Midia.mp3 那我把剛才那個先抓過來 好 那你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不改那邊的程式的話 請你把這個名稱改掉 我的名稱叫 Midia.mp3 那我們就可以一下你的檔案是不是對了 是Midia裡面的 Midia.mp3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名稱就改其他的 然後呢 這個是你開始的音量 0.5就是一半 那1就是 全部 然後 Plan就是開始播放 所以 這個場景一載入的時候啊 他就會 把這個聲音載進來 然後順便做播放的動作 那這樣子你就有背景聲音了 好 這是那個要看 好 這樣子就有了 好 那我沒有看到 好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音效啊 比如說我一到上面的時候要破解他的音效 一樣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寫在那個世界裡面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播 然後 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簡單一點 好 我們把這個就打開來一下 我可以像上次這樣撥放影片 我把它封裝成是一個方法 那你要撥放聲音 把它封裝成一個方法 那你就可以通過這個方法的去做 好 你說這邊就 這樣子呢 我就會有一個方法叫 Plan Meme 那你只要丟這個 入境給我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段啊 那這個的入境呢 就被換上去傳進來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就是 立刻的不退 好 好 那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地步腳踏了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風裝的方法 好 那如果你不懂同學的關係 你就直接把剛才那個扣過來 那這邊用上去就有聲音了 好 那你等一下可以自己試試看看這部分 好 好